大家好 批评书 我们说点中国人的生计 说点大家的日子 说点大家手上 辛辛苦苦攒的钱 攒的钱 银行存款 中国人呢 但凡你条件好点的人 都有点存款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 银行的存款不多也不少 是吧 以我的2009年的时候 我有房子有车 还有两台车 完了以后银行存款 我记得特别心中有200多万块钱 2009年还没有限购呢 我那就是舍不得买房子 是不是 那个时候200万块钱可以买三套房子 还不用贷款 真的 四环 三环边上 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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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外 真的可以买三套房子 两套房子的三套房子 我舍不得买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帮我 是吧 我从上到下 我们整个一家都就我一个人顶着 要是把钱都造光了以后家里有什么事 我老妈生病了 或者是妹妹们没日子过了 是不是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就把钱就列在手上 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中国人呢 因为他没有福利啊 他政府也不也不管你 是吧 你完了以后你亲七大姑八大一个也靠不住 而且我们家七大姑八大一个个都是穷屌丢丝 那你不存点钱怎么办呢 就是我的这种状态啊 特别就是代表中国人的真实的状态 就是银行你怎么着也得有点钱 其实道理我都知道 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清华大学开一个会 开一个什么会 我忘了 当时朱镕基的儿子的朱云南在那里讲啊 他说公司也好 个人也好 他说你如果有一百万 你琢磨着你就留给你给自己留两年花的钱 啊 完了以后你其余的钱你都要去投资啊 我当时就想啊 他一边讲的时候一边两年花钱 我当时大概一年花十几万块钱吧 我就两年就一年十五万 两年就三十万块钱吧 我当时有将近两百万的存款 你想想我要拿一百多万投资 没问题的 道理我都知道 是不是 也有这个老师傅跟我说这个道理啊 也身边你说他们都是成功人士吗 但是我还是听不进去 还是把钱就捏在手上 为什么呢 没有安全感呢 共产党这些脸啊 他也不是三大这个什么经济的就是轮子嘛 是吧 一个是投资嘛 一个是什么出口嘛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嘛 出口也搞得不错 是不是 赚了不少的外汇 投资呢 铁公鸡到处都是建建建 哇哇哇建建建啊 唯一的一个搞不定的就是什么 就是消费 消费需要老百姓把钱拿出来这个要花嘛 是吧 不要存在银行里面嘛 那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都是很高的 我之前也给大家接受过一个理论呢 是美国的这个一个总统的运用经济学家啊 当过小布什的 当过卡特的 当过克林顿的啊 当过三任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学的顾问 他就有一个理论 他是一个国家的居民储蓄存款里面 如果你有30%到50% 30%吧 如果是都拿出来 然后投资的话 这个国家经济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就高速增长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的投资比例大概啊 到现在为止都是不到10% 就百分之几大量的老百姓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虽然知道银行也是个傻别玩意儿 但是还是存着 因为没有安全感 有这种安全感 人家说了嘛 温家宝老师怎么说的呀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为什么存钱呢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对未来没有预期 你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信心 那你只能是存钱 对于存钱以后怎么办 这个钱是不是通货分账 是不是贬值不重要 钱放在那里数字安心 像我就属于纯种屌丝 看着银行里有存款 后面有几个零 我心里就敏字敏啊 就舒舒服服的 就这样子的啊 但是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啊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啊 正儿八经的我看到公文了啊 有我的在体制内的朋友跟我给的公文啊 给我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啊 就是最近春节前后土工中国的银行要干一件事情 说是这个党中安国务院按绰绰的推动的 就是你所有的超过2万的存款 超过2万的存款啊 你在银行里的存款 你都要给银行说明你的财产的来源 就是你这笔钱从哪里来的 你一定要说清楚 你说还不行 你得有证据 是吧 你得要有 比如说要有票据 要有往来的账目啊 你要搞清楚 你如果说不清楚的啊 要么的就是把你没收了啊 要么的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收你的税 是集息50%以上的锁的税 就是财产不明 来源罪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直接给你堆你的人就可以把你给抓进去 哎呦 这个东西 我一听我就觉得 哎 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 因为共产党过去这么多年 他出台了好多好的政策啊 这我我都参与过这种缺德的事情 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研究啊 我说他们的老百姓那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 完了以后他又不花 是吧 那个钱是死的 是吧 那么银行这个所谓的资金 他没有流动性吗 他没有流动性就两点吧 第一个是钱的变成了这个房子 变成固定资产 是不是 完了以后欠货币是固化 哎 这经济学的词啊 固化 完了以后 第二就是居民的储蓄存款 他他不敢拿出来的花 那银行呢 也担心了挤兑 如果老百姓有一天突然想明白了 所有人都跑到银行来取现金 然后银行就没有钱了 你怎么办呢 那银行就破产了 银行也不愿意搞 所以呢 银行想把这个钱带出去 但是呢 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后路 那中央银行呢 给一段时间又降准 降准 降准 那没什么暖用 是不是啊 老百姓的钱还是不动 所以 共产党这些年呢 他为了想把老百姓的口袋里 在那里存款逼出来啊 他真是 哎呦 也不知道消耗了多少老细胞 但是还是没用 这会儿终于有用了 终于开始搞一个正而完你的措施了 就你超过两万的所有的存款 你都要说明来完 提供与之有关的这个证据啊 所以我看他们北京的一些哥们跟我讲 他说至少有一半的储户 要遭殃 一半的储户 要么就是就被被罚一大笔钱 要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甚至把你的这个钱都没收了 因为因为你很简单 你中国的人存钱 比如我当时存的大概一二八万块钱 那是好多年的 真的是 至少前后差不多小十年 慢慢慢慢 真是一分一厘的存起来的钱 你上哪儿找证据去 你上哪儿跟他说明去 是不是 你说这笔钱从哪里来的啊 你还得跑过去找 你还得一个一个的银行账户往来 你还得拿过去的合同 你说老百姓赚点钱 都是真是牙缝你踢出来一点钱 你上哪儿找合同下 哪儿找证据去 你又说不清楚啊 他们说这几天不是国内在炒一个新闻吗 是不是 说这个美国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 就是努比奥 这个人其实是为共产党制裁的啊 说他每在中国啊 银行账户动机 他他们在中国也没分钱 共产党也是一银你知道吧 这不是重点啊 就是努比奥提出的一个建议 所有在美国买房子一次性付款的 就没有走银行贷款的啊 完了以后超过30万的这个房子的价格 然后没有贷款的 都要什么呀 去银行说明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你30万美金40万美金300万美金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说不清楚啊 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 美国的这个中央银行 美国的相关的这个什么什么金融市场的监督机构 要把这个钱啊 要罚款啊 或者要没收 我当时就觉得就就就就就就就气了个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谁努比奥这个这个人的共产党特别不喜欢啊 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又搓火是吧 其次的话 美国的这个财产啊 你他并没有做宪法上通不过人家 你因为你没有说我买房子不能一次性付款 没有说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是不是 你凭什么呢 是不是 你最多最多也就是什么 因为努比奥是个极其反共的人 他也知道在中国去中国人去美国买房子的80%都是官家的子弟 也都是这个有钱人啊 都是共产党的人 估计是为了反共吧 他提出这么一个东西 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啊 他是通不过的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 在中国吵的特别凶 各种公号 微博 还有官方的媒体都在吵这个事情 你看美国啊 你的财产啊 你要说明哪有案啊 因为我们过去看共产党诊探官的时候 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是不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是不是 比如说奈小明啊 比如说是谁他都有这么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这就是个口袋罪 你知道吗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如果他真不明的话 那你公检法是干嘛 你查呀 是不是 你把它查明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你怎么能够用这么一个非常模糊的词语 然后去收拾这些的贪官呢 是不是 那当然就口袋罪嘛 因为他想把这个人弄进去啊 完了又把你钱强走啊 那最后没辙的 懒得搞了 太麻烦了 是不是 要把这个财产一笔一笔的查明了 多费劲呢 干脆去搞一个词 啊 就是就是细胞子 你看见我那整人就是什么 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 团团伙伙啊 搞这个事啊 是叫什么 还有什么 不听话啊 就这种词它都可以成为一个罪名 你知道吗 就像 哎 现在就是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完了以后也把你财产给抢了 没想到这个东西是用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身上 为什么呀 大家都明白 不用我说没钱了 这个没钱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连串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中央政府没钱 包子里没钱 李克强没钱 这个东西呢 它还可以去超发货币 是不是 还可以搞别的路子 关键是地方政府没钱 地方政府没钱怎么办呢 就 它也没有别的裁员 你说是不是 它们说包子这最近都疯了都 因为实体经济不行了嘛 大家都没有生意可做了 现在都在网上赚钱 现在又把网络经济啊 什么网络带货这种产业啊 都给遗掌就拍死了 那大家要靠什么活着呢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不管 它不管这么多 关键是你把这个网络带货这个东西拍死以后 那地方政府 你别看他一口气瘦了十几亿或者是二十几亿 那只是杯水车薪 你还得靠经济啊 活经济不活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它不管那么多 最后就抢呗 你琢磨着 抢来抢去还有什么东西是最好抢的 就是老百姓的存款 是真的 老百姓的存款 老百姓存款很多了 你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我妈 我妈她手上都有大概小十万块钱的存款 两万块钱就要交代 我妈她怎么交代 话都说不逆挪 是不是 难道把她的钱罚了 抢了 这是细思极恐啊 共产党真的是没有最荒诞呢 只有更荒诞 没有更什么的无耻 没有最无耻 只有更无耻啊 都忧着了啊 那怎么办呢 没有别的办法 我跟你说 我之前就说过 你如果有点钱 不要存在中国 我那个时候跟他们一有钱 我都讲 你有钱存在香港 因为你在香港的话 你好歹是他也是个香港 是吧 虽然共产党香港搞惨了 但是你在香港 把你的钱转到国外 总归是还是容易的 除非你已经被共产党盯上了 你只要没被盯上 你的钱走出去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你如果在中国 你现在钱出来就难喽 我现在跟大家说跑路吧 首先钱跑路 然后人跑路 来不及了 就等着共产党收呗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别的办法 开一个家庭会 看你家有多少钱 每一笔钱从哪里来的 赶紧找证据 赶紧找说辞 给银行说清楚 否则的话 你就被共产党给抢走喽 真的 谁的钱都不是弄打来的 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都不容易 共产党真是缺德呀 悠着的啊 谢谢大家